寂寞流星群一期一會 今晚有我 哥麗雅 我沒有做過一個正式的調查統計 其實我平時在夜晚節目播放的女歌手的歌曲 其實我播到這位女歌手的作品播了很多很多很多 大家平時留意,有哥麗雅 Hello Hello Eric 終於跟你見面了 是啊 你這幾年出了好幾張不同的Hi-Fi碟 全部都翻唱很多別人的作品 我全部都齊了 是嗎 你知不知道這歌是很好播的 好聽、舒服 其實我身邊有很多朋友都有留意到你的唱片 謝謝 其實我想由你第一張Hi-Fi碟開始 我已經覺得這把女聲很硬 之後我甚至乎是炒回你以前 就是出Hi-Fi碟之前你的作品 炒回你聽 其實不知不過原來 看你從第一張自己的專輯開始到現在 都不是短的時間 是啊 都有十年了 至少 真的不知不覺 其實現在自己是否都集中火力在Hi-Fi碟方面 如果你說自己做歌 確實擺多了時間 但其實因為我平時會做一些演唱會和音 會接一些廣告音樂 或者其他類型的音樂去做 還有都有教音樂 哇 這樣聽很忙 時間已經是濕得爆了 我會盡量希望自己的行程可以滿足 所以我會安排到它密麻一點 其實現在做Hi-Fi唱片 Hi-Fi碟這個市場 我想說可能是五六年前 不需要說太久 五六年前都還是很荒蕪的 被人感覺很高不可攀的 整件事 哇 你家裡有齊整副家餐 可以聽的 現在就越來越多歌手 加入Hi-Fi碟的行列 你自己又怎樣看 你自己現在算不算是Hi-Fi碟的 這個市場 出Hi-Fi碟的先驅 你是頭一陣 是不是 算是頭一陣 好像有人再頭一些 我覺得 譬如趙學二 那些再羅文莊 那些是再走前一點 其實你自己要做一隻Hi-Fi碟 有沒有 程序是怎樣的 可能很多人認為 Hi-Fi碟 通常選一些翻唱別人的歌 很容易 是不是這麼容易 其實第一件事 是要先拿到版權 也不是這麼容易的事 有些歌曲 確實拿不到版權 直接連可以演繹它的機會 都沒有了 第一關 然後其實 如果說法消碟 其實製作上 都很認真 我們需要有一個很好的Studio 可以容納到很多的樂手 樂師 他們在Live 可以一起演繹一首歌 要有很多這些資源上的東西 去配合 那這次 你出了最新的這張專輯 裡面有沒有哪一首歌 是這次的project 終於等到有機會 可以去找到這首歌來唱 有 哪首先 哪首先 看一看 這個是我個人喜好 因為我收到其他的feedback 有人是很不喜歡這首歌的 也有人像我這樣 很喜歡這首歌的 就是白襲衫 我都是highlight著這首歌 是嗎 真的很奇怪 這件事 我在之前 我沒有收到你這張唱片之前 我看到網上出了 接下來Gloria會有新碟出 那個playlist是這十首歌 那時候 我第一時間 白襲衫 麗芝 這首歌 怎麼highlight發呢 這件事 不止我一個這樣想的 我有一些 其他電台的朋友 大家都說 喂 你收到這張唱片的時候 第一時間把這首歌出來 給我聽聽 大家對這首歌是很感好奇的 為什麼你會想到 白襲衫這首歌 我記得很難忘的 其實如果我想 現在再播放黎芝的MV 或者這首歌出來 在當日聽過這首歌 和成長的所有朋友仔 全部都回憶回來了 所以我必須 如果你給我選 我一定是先選擇 白襲衫來唱 黎芝本身 黎芝很久沒有唱過歌 它是大家集體回憶的一部份 再加上這個MV 這首歌的感覺 放在哥莉雅身上 又是怎樣的事呢 我們因為發燒點 我們就不會像pop song 很嬌潮 不會跳舞的 不會的 但我們就採取了一個 Tango少少的元素 放在編曲上面 令到它有少少 hi-fi的感覺 但至於演繹方面 我想我也是自己去看 如何參透白襲衫這件事 去演繹出來 你參透到什麼 我覺得真的是必須品 還有小朋友 每天都要穿 所以我覺得很厲害 以前的人 可以很少的一件事 可以變成一首歌曲 現在再變成hi-fi版本 又可以 什麼都可以 其實這張碟 和你過去做的hi-fi專輯 其實你每次做不同的專輯的時候 你選曲上有沒有一個主題 或是怎樣的特性 有的 我們每一次都有一個概念 去到這一張的概念 其實是timeless 等於 其實我們想說出 所有歌曲都是無價的 它是不分年代的 它是可以畫時代的 所以無論過了多少年之後 再翻唱這些作品 其實都沒有一個時空的限制 這次整張碟裏面 除了白衣服 這首歌是經典 也是大家最意想不到的 即是有些歌 其實一擺出來 你會幻想到 歌里亞巴聲套下去是怎樣的 如果陽光 整件事很想到的 很軟的一個版本 除非你做一個很rock的版本出來 大家是意想不到的 那有沒有哪一首歌 是你自己 整個效果很驚訝 做完出來之後 我很喜歡迷惘的 郭小林先生的迷惘 因為整個編曲上面 是Full band Live 他玩到整件事 尤其是Miles的Saxophone 很free 所以整個編曲出來給我的感覺 我最喜歡就是迷惘的首歌 反而最喜歡就是這一首 很活潑 整個感覺很不一樣 其實你本身喜歡哪一種類型的音樂 我自己 我想要看看我哪個時期去聽 如果我臨訓前 我當然會選少許麗莎 我當然會選一些很容易聽 很軟的 很輕鬆的 很放鬆的歌 如果是一些我火爆的日子 可能就會聽一些 駕駛的東西 都不頂了 所以是沒有什麼分 Glory 火爆起來會怎樣呢 你的聲音給人的感覺 實在太溫柔了 因為 大家幻想不到 哥利亞火爆的一面會是怎樣的呢 不知道 但如果在唱歌方面 你會不會可以演繹到一些很火爆的那些 會的 我是憤怒的 你會不會唱到的 其實我有唱過的 真的嗎 因為我有做和音 Keyboard 我記得有一次 我跟黃冠宗和加強去馬來西亞做一個音樂節 正正就是我是憤怒 心指式高跟鞋 全部都要玩的 那個我就會是火爆的我 嘩 其實完全是幻想不到的 對 幻想不到 Paul 加強 旁邊有哥利亞 幻想不到的事情是怎樣的 我不是這樣的 我都會化妝 可能是Rock一點的 然後唱歌的聲線 都要轉的 遲些有機會試一下不同的東西 讓大家再聽一下 這個時候真的 真的沒有開玩笑 既然今晚哥利亞上來 當然是給大家最期待的白雪山 大家先聽一下 我真的要聽一聽 愛情 原來這愛知 有你便有意義 不止一次 曾幻想許許多多的法治 提示 這一次 唯有這次 難道站到你面前 也不止 是你喜歡的一身素色 最自然服飾 藏著美麗無限 在人群中 仍未各是平淡 白雪山 因你便要眼 若你自身 亦以著彩色 漂亮人群中 色彩都變平凡 我永遠不知 怎麼每一天 都刻意走於你前面 為何沒有發現 人為的偶遇 你故意或是 詐不知 你永遠不知 不動我心思 可知我心中充滿你明知 從來沒說愛情 原來這愛知 有你便有意義 不知一次 曾幻想許許多多的法治 提示 這一次 唯有這次 難道站到你面前 也不知 白雪山 因你便要眼 是你喜歡的一身素色 最自然服飾 藏著美力無刻 在人群中 仍未各是平淡 白雪山 因你便要眼 若你自身 予以著彩色 漂亮人群中 色彩都變平凡